好持續我們再來關心到就是 仁愛交的部分 好今天我們也討論很多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日本現在也介入了嗎 那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部分 這是8月19號 日本公民黨的黨回身口 那竟然抵達了菲律賓 跟非海警司令以及 海警作戰部門指揮會面 提出了日本要支持 建立海事安全跟安保 同時向非方提供了裝備 包含的是九七米海警船 有兩千頓重設計可衝撞 適合近距離的交鋒 蔣君 我覺得日本很明顯 這件事情就是 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個 復辟的一個想法 你日本跑到菲律賓來幹什麼 離你國家那麼遠 你自己本身憲法又限定了 你的和平的憲章 那你現在跑到菲律賓來繳獲 其實我覺得很明顯的 其實我說實在話 如果從軍事角度來看的話 仁愛交根本就沒有什麼 不管是對中非兩國都沒什麼 中國如果說佔你的仁愛礁 對不對 它已經有美濟島了 美濟島到仁愛礁很近 它美濟島已經建立了飛機跑道 還有各種的對電對空的飛彈 它實際上不需要再到仁愛礁那裡 去建另外那個島 那就菲律賓來講的話 我說實在話了 就算它把馬德雷山號的那條破船 變成馬德雷山號這個堡壘來講的話 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在軍事上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就算你把大砲放上去好了 你的射程比如說三四十公里 其實對中國對整個南海的威脅性也不大 現在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說美國一直希望利用仁愛交 挑起菲律賓的民族情緒來對抗中國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利用仁愛交不但要挑起菲律賓跟中國之間的一個民族仇恨情緒 而且還要把日澳兩個國家拉進來 那現在很明顯就是日本的初雲號也來了 澳洲的卡梅拉號也來了 美國自己的美國 美國利監號的兩棲公益艦也來了 所以說很明顯這件事情 如果說你仔細去看的話 在軍事上面其實仁愛交其實沒什麼好生殖衝突 是美國想要利用這件事情來挑弄 這個菲律賓的情緒 讓菲律賓可以跟美國越綁越緊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利用這件事情 把日澳兩國也一起拉進來 綁在這件戰車上面 來共同對付中國在南海的主權的問題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日本這次來的話 其實效果不大 因為千里虧良 不管日本或澳洲 甚至包括美國 你這些艦隊能夠在海上漂流多久 大概一個月兩個月了不起了 你到時候還是要回到你的母港去 所以最重要還是要靠菲律賓自己 可是菲律賓自己平常講 先生來講 他所有的外匯收入是靠菲律賓的老百姓 到國外去打工 譬如我們台灣就有二三十萬的 我們講非勞 非雍 然後把這些賺的錢送回菲律賓去 所以他外匯是從這邊來的 那他有什麼能力去發展海空軍 他真的沒有能力 但是現在就說菲律賓會被塑造成一種被欺負的形象 然後對東盟來講的話也知道 現在我覺得中國就是你怎麼樣不要去上這個當 就是說不要在菲律賓在仁愛礁這件事情上面 讓所有東盟其他的國家認為說你在欺負菲律賓 以大欺小 這樣的話其實對中國長期來講是不利的 當然這要考驗中國的一個戰略定力 它夠不夠 然後怎麼樣很有計較很有智慧來處理 讓這件事情逐漸的降溫 然後讓著隨著時間的過去 讓這條破船自己在海上嗅死光了 然後事件自然才會解決 不管你知道日澳在這邊挑起事情的話 那可能就是後續來講 其實可能戰術上你贏了 戰略上面你可能國際戰略上面 你可能就吃虧了 是 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現在正式來介入在這個仁愛礁部分 那麼中俄近期第三次的海上聯合巡航艦隊 也已經抵達了琉球 甚至怒媒也表示不排除要集成日本艦隊 特別是日本現在已經承諾 要加大對菲律賓海警的支持 並且還要來建立海事安全安保 現在美日澳三國在南海軍演 也被解讀就是在為菲律賓來撐邀 同時大陸東風導彈試射成功 菲國緊急任命了一位大陸特使 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會議在8月20號 24號在菲律賓舉行 大陸也重申了仁愛礁的立場 特別點名的就是美國慫恿支持菲律賓 其實美澳日過來演習 菲律賓沒有參加 他拒絕參加 他是拒絕的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國家還是腦袋沒有發熱成像 文在寅那個以錫悦這樣 他心裡還是有把持 我覺得這個仁愛礁的宣鬧 大概到東協的峰會之後 就到一段落了 因為東協峰會是9月4號到7號 所以美國擺明了就是希望 9月4號之前能夠鬧出一點動靜 然後讓菲律賓變成苦主 到東協峰會上面去抱怨抗議之類的 我覺得中國大陸不會上當 既然你要演你就讓你演 就這樣吧 所以我認為在9月7號之前 仁愛礁不會有事 所以你看他那個糧食水 就讓他進去了 只要沒有建材我就讓你上去 我覺得菲律賓坦白講也在演 因為菲律賓知道 他就配合演出這樣 不是配合演出是 他偶爾就不配合美國 偶爾就配合一下美國這樣 因為他知道他沒有辦法 跟中國對峙吧 過去的歷史就證明這樣了吧 1995年在美濟礁對峙啊 結果美濟礁現在 已經被填海照錄了對不對 黃岩島也對峙啊 結果中國大陸現在實質控制 那李承埃礁現在在對峙 那你想要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所以我覺得他完全就是美國 一路下來 比如說要租四個基地啦 然後要叫你在仁愛礁表態啦 我覺得小馬可是也是 一定是有什麼把柄掌握在美國手上 不然以他來講 他當然是希望做一點菲律賓的經濟建設 可是他就是被美國掐到了 那美國掐到就是為了 南海行為準則嘛 為了今年的東協峰會嘛 那東協峰會也看4號到7號 我認為時間越接近啊 中國大陸可能會 拜託一些東南亞國家出來講話啦 因為南海行為準則 其他國家大部分都搞定了啦 因為接下來是拜登要去越南嘛 可是拜登去越南 我認為不會有什麼結果啦 他大概計20之後就要去越南了 所以我認為就是這沒有辦法啦 就是美國就要進來搞這個局嘛 所以美方是我們可以看到在這邊 美軍的P-8A反潛巡逻機 在8月23號呢 當時也來這邊盤旋了 這是美國嘛 對 然後非國跟澳大利的軍隊在南海裡面 對 美陸戰隊也來軍 對 可是重點是當四國沒有參加 對不對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主角沒有出現 對啊 主角沒有參加 是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也看在眼裡啦 就是這樣 是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這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Cene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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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e看